好吗 但是你要想到 如果诚哥如果真的站在这 跟你说拒绝的话 那我希望你也保持 对他选择的一种尊重 我会的 别千万到后来爱人做不成 连朋友也做不成 你刚才也说了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从来没有谁能这样对你好 如果成为不了爱人 我们也不能亵渎这份美好 好吗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次 看诚哥会不会来到我们的舞台 来再一次站到告白门的按键旁边 再问你起了一个问题 诚哥又是来了再次拒绝你 你怎么办 我还是刚才那个回答 如果他要拒绝我的话 那我觉得我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我会远离这个家的 然后 我们再次为小梅的这种选择 掌声鼓励一下 只要他能站到我面前 亲口告诉我 不管是拒绝还是答应 行 我欣赏你这种 死也要死个明白的勇气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键 我欣赏你 幸福来的好不容易 不 你还是站我身边靠谱里 没捏 诚哥好帅吧 很有儒雅的男人风度吧 这样的男人谁不喜欢 对吧 现在都流行欧巴吗 五开留给你们俩 因为我看得出来 小梅已经很厌恶我的存在 好吧 接下来是小梅的告白时间 诚哥 我爱你 我 我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我 每次你出差 我心里边 都很着急 很焦虑 你出差多久 我就失眠多久 小梅我跟你说 诚哥 你听我说 我文化不高 小梅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读书也不多 你听我说好不好 但是是你让我上了美容班学习 是你教会我那么多的知识 诚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可能 我可能跟你差距挺大的 但是 我觉得 你以后 慢慢岁数也大了 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的下半辈子 我想说 原来我儿子 我想说 我每次都劝大海 我说 您 一定要 就是 跟您说话的时候 在介绍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用心 情绪 我一定说 他毕竟是你母亲 但是 我不知道他怎么跟您沟通的 还是说 您根本就不想跟您儿子沟通我 但是 我绝对没有 说在中间 说让你儿子 说一千道一万 我就是不喜欢你 好 我们先不吵了 我们先不吵了 你天天跟我换个位置 跟你换个位置 我也要问 说清楚 你说一下 你说你跟他交往了一年 跟大海 相处的不错 对 那怎么会有他呢 你们分手了吗 还没有分手 那提了分手吗 大海 他刚提出分手的 什么时候 什么叫刚提出分手 你让他先说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儿子叛逆 越来越叛逆 我们先听一下 什么时候提出的分手 就最近这一个月 他提出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他喜欢美辰 那既然他都背叛你了 你这么 你还这么死结巴列的 那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的 大海跟你相处了一年 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吧 我现在就揣摩大海 是不是因为是母亲介绍的 而且又特别怕母亲 才将就跟你在一起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应该有直观的感受 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你 这一年的过程当中 你们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我觉得他们两个相处 让他自己说 让田田自己说 他只是能遵循 阿姨对我的感觉 去对待我 完全是属于一种同情包容 那你很清楚 你很明白 大海是因为听妈妈的意思 才跟你在一起 他跟你明着表露过 这样的意思吗 说过吗 之前有说过 那我想问一下 近半年你跟大海 是怎么交往的 就认识了他之后 只是偶尔见面吃个饭 他跟你说过美成的事吗 除了分手的时候说 之前你有说过吗 有提过 但是我不想听 那就是单方面 大姐 这很明显了 你这个田田也说了 其实您儿子是父习惯的 但是我觉得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你想在我们那个年代 都没见过面 就是给介绍 然后感情不是慢慢培养的吗 我相信我儿子会选择他的 阿姨 现在不是您这个年代了 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了 不是 你刚刚都说了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是吗 是 那你们俩的感情 也可以慢慢培养 是吧 对吧 反正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你说他个车磨 那么多好的 他不嫁 非要嫁我们家 我怀疑他真的是看我们家产了 所谓一山难戎二虎 如果将来有机会要组成家庭的话 母亲和美臣 你们俩的关系 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调整 以他这样的长相呢 通常没有老人缘 比较狐媚啊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很无辜 因为我长成什么样 不是我自己决定的 是我妈决定的 但是呢 上游新生 你的妆 你的颜色色彩是可以改变的 还有你看人 你的动作 第一印象 你就输了 你今天的装束 特别不适合跟老人来告白 我觉得大概应该穿成我这样 比较端庄的连衣裙 对我人是蛮多的 但是呢 我身边人都不太靠谱 要么就是挺花心的 要么就是 就是属于那种玩一玩的态度嘛 所以我就想 摇微信也可以认识些新的朋友 然后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也又摇一摇 然后摇到了一个 外国的一个帅哥 今年他们要结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什么都不多说了 人家千里姻缘 摇一摇签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男生 接下来是赵子轩的告白时间 嗨 婷婷 经历这么多 总算是见到你了 然后咱们微信也认识半年多了 同这半年我也对你了解了很多 我知道你很害怕受伤 然后不是很容易去相信别人 我也明白 你一直想找一个疼你 爱你能给你自由的男生 可能我现在 距离你所说的那个点 还有很大差子 但是 我只想告诉你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我可以为了你去改变我的一切 只要你愿意 我都可以为你去做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试试跟我相处 做你朋友吗 可是你也知道 就是我们聊得并不久 而且我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就是 因为网络和现实还是有点差别 我觉得 其实怎么说 两个人只要感觉对了 其他一切都是很次要的东西 我可以为了你去改变一切 我也可以 我记得涂雷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 如果你爱一个人 就要爱他的全部 我愿意接受你的全部 我只想你 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跟你在一起 但是 就是我性格 以前就是很任性 然后 就怕你接受不了 因为我不像你 就是想象中出来的那种 有时候我会耍点小脾气 什么的 我说了 我可以接受你一切 包括今天 我昨天去买的这件T恤 我知道你特点喜欢狗 然后我翻了大概三个小时 找着这么一件T恤 我感觉自认为还是蛮萌的 然后我今天买了它带过来 一个可以爱狗如命的女生 我感觉 她的爱心就不用多说了 而且你无论对身边的人 事物 然后哪怕是动物 一切一切 你都想给他们最好的 你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你的性格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这也是 我没有见到你的情况下 我愿意跟你一直聊下去 一直跟你接触下去的原因之一 我是真的 真的 爱你 给我个机会 好吗 那你不怪我骗你这么多吗 怎么说 我也知道 其实也说不上骗吧 因为 你能费尽心机 来设计这么多 来考验我 也说明 你对这种感情始终是 抱着一个负责人的态度的 而且 我知道你去了安全感 我愿意做你身边的那个人 一直保护你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而已 可是我爸妈 他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因为你是北京 其实你来之前 我已经考虑过一切了 你爸妈总是去你相亲 他们肯定也希望 自己女人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在这儿当着全国的所有观众 我向他们证明 给他们看 我自己有多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